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聖母玫瑰书院作立于九龙堂的传统天主教名女校 创立于1971年 学校持守天主教教育五大核心价值 真理、易德、爱德、生命、家庭 采用鲍斯高臣符的预防教育法以理智、宗教以及仁哀 引育出精英学生 学生今年参加全港学界状元争霸战2022 当中诞生出共8名的状元、绑眼、探花 合共勇奪22金、25银、14桶的嬌人戒籍 同时学校和老师亦分别获得 状元学府大奖以及状元知识大奖的殿堂级殊榮 我们现在就有请陈伟超校长分享下办学的理念 我是圣母玫瑰书院陈伟超校长 我是吕卓榮副校长 我们学校的使命是依倦耶稣基督的教会 圣母的方表 教导学生实践校分中纯洁、博爱的精神 透过多元化的活动和学习经历 令他们成为知识广博、积极主动 负正义感和关心社会的未来主人翁 为了达成这个使命 我们会采用圣包斯高的预防教育法 以理智、宗教、仁爱来教导学生 提供一个关爱的环境和校园生活 我们学校的老师也秉持 巴斯高神父教育理念中的家庭精神 希望令到学生在我们学校里面 是觉得我们是一个家庭的一份子 学校的司长就好像父母一样 经常陪伴学生 当有需要的时候 给予支持、给予鼓励 我们很注重培育学生 终身学习的精神 所以我们非常重视 培育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 其实每一位中一的同学 升上来我们学校之后 我们都会有一个很有系统的 我们叫做 Thinking and Study Skills Program 思维及学习技巧培训班 例如时间管理、笔记的制作、建构组织图 以及记忆法等 因为我们这个设计 亦都与各科的协作 希望他们能够尽量熟练 一路升上去的时候 将这些学到的学习技巧 就变成他们自己本身的一个自学的能力 我们都深信 学生能够做到自评和互评 是对他们的逻辑思考 和分析能力是很有帮助的 尤其是这方面 如果在语文的训练方面 亦都是非常非常之好的 在语文学习方面 其实我们就很多 是一些分组讨论 互动 我们就希望同学在课堂上面 是可以讲多些 做多些 不只是埋头苦挂自己做功课 因为学语文是需要 将语文融入了生活当中 亦都要有一些真实的情境 是给他们练习的 所以我都在除了课堂 有时老师设计教材的时候 是会创造这些环境 课外的时候 我有很多不同的比赛 譬如我英文诗歌的比赛 中一的学生会选择英文诗歌 其实是一个歌唱比赛 当然他们的发音要准确 又要学习诗歌上的三字 亦都有一些英文的广告比赛 就是学生要推广一个活动 如何用英文去推销 让更加多人去参与 当然不少的都有一些辩论比赛 我们学校的同学就经常参加 无论校内或校外都很多的辩论比赛 刚才说了很多就是一些真实情境 他们可以和人互相沟通 互相交流 我们亦都很注重阅读的 我们在每个课室里面 都有一个迷你的图书馆 亦都买了很多课外的书 放在课室里面 所以同学除了去图书馆借书之外 其实自己课室都有一些阅读材料 我们每天早上都有一个阅读课 同学在那段时间 亦都可以做一些课外阅读 当然课读读可以中文又得 英文又得 我们学校就有一个英语角 同学是可以随时走入英语角 因为我们午饭时间 我们的外籍老师就会在 跟他玩一些游戏 或者跟他做一些交谈 而在中文方面 我们也有一个中华文化室 因为我们去年就申请 这个优质教育基金 就加设了一个中华文化室 同学都可以在里面 是参与一些 跟中国文化有关的活动 比如一些剪子班 以及一些茶艺班 学习茶艺班 还有一个好处 除了学习中国文化之外 同学都会学会尊师重道 因为在茶艺班里面 其实很讲究 那个礼仪 讲究同学去敬茶的时候 是那种尊敬的心 中文科方面 还有他们近几年 都经常参与教育局的 校本支援计划 在里面有很多的培训 所以我们学校中文科 在课程领导方面 和课程设计方面 都是做得非常非常之好的 的确是很多女同学都会觉得自己的强项 不是在创科那边的 亦都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我们就将创科的内容 是编排在我们的课程里面 因为他们一定要有机会去接触 去玩 觉得好玩 去培养了个兴趣 他们才会对这件事有信心 我们在中一的时候 会利用microbeat 配合robot beat 一起来教同学 去设计一些简单的模型 而去到中二的时候 我们每一个星期会有两堂 就是创科堂 学期尾的时候 每一个同学 就要设计自己想出来的 一些智能的装置 或者是游戏 每一年我们去到学期尾的时候 就会将同学的设计 拿出来 有一个展览 或者示范 而去到中三的时候 我们就会开始教同学 用现在全世界都很流行的 Python 这一种语言 就是在中三的时候 我们会教设 全部中三同学 简单地利用Python做编程 对一些特别有兴趣的 想做多一点的 我们会很鼓励同学 参加外间的比赛 早前有同学参加 由天文台去主办的 一个全域观天而设计比赛 有四组同学参赛 三组都拿到有些名词 相当不错的 个成绩 当然我们还有很多其他比赛 例如 全港的创意机械人大赛 无人机的片程比赛 我们在校内也会搞很多 设计 例如3D Printing Laser Cutting 今年我们特别 与外间的机构合作 在校内搞了一个 叫Cloud Computing 的课程给中三同学 这同学参加了 由中三开始 中四中五去参观一些大型机构 他们的Data Center 背后的资讯是如何去运作 在云端如何管理数据 诸如此类 上完这三十个钟后 连续三年 他们就会拿到一个 资力架构第三级的认证 如果同学参加完之后 视野扩阔了 自然会对这方面的兴趣 更加提升 大家好 我是姓母玫瑰书院 数学科科主任 关玉燕老师 今年第二年参加比赛 今年我也看到 他们自己的发展 就是他们差不多 自我学习 自己推动自己 我很喜欢这个比赛 不用说粗特别的 只是认识中二课程 就是中二课程 或者DSE课程 但是就因为去年拿了很多奖 在组会的时候颁了奖 所以很多同学 对于这个比赛 就是熟悉了 咦?很好啊 不用一定要数学 才是参加 任去参加 而且家长很支持 我觉得最重要就是 家长、老师都陪伴他们 而且他们的自信心 比去年更加强 其实是一种欢恩 亦都有一个感恩 对学校有一个归属感 亦都对数学 就不太害怕了 参加了这个比赛 真的令到我自己和学生 好像踏出一步 就是跳出这个考试的框框 学校学习的框框 然后自动自觉他们 自动自觉去参加比赛 去学习 去学习数学 学得越来越好 我平日上课用很多E-Learning 他们的基本概念 是真的用E-Learning去学习的 就不是在课上 我告诉他们 怎样做的 反而我们就会在课上 多时间去做 一些problem solving 一些解难的题目 变成他们会 指导他们去思考 就是上数学课 就不是学概念 做数 反而就是去解难 去思考 所以逐渐习惯 逐渐习惯 逐渐是上数学课 他就知道是这个模式 我不断问他问题 不断考他的概念 不断勾起之前学的东西 去解释新的题目 变成一个同学和同学之间 和我就是一个教学学习的 学习環境 就是不断自己要去发掘 要去将自己懂的东西 用到那条题目 去解释 很开心 今年我又取得了这个 狀元 但我觉得自己好像很威 给自己一个肯定 教了二十多年 我教学的坚持 和教学的方法 是有效的 而且学生都很喜欢我 很喜欢我 很喜欢我这个教学的方法 真的令到他们 训练他们脑根的思考 而不是一个考试的机器 我基于学生 希望用他们的训练出来的思考 解栏能力 逻辑推理 去帮助将来的社会 例如资源 分配不足的问题 可以利用大数据 和新的科技 去解决这个问题 令到全球的人 都得到所需的资源 而且每个人都很开心和快乐 我在这里都很想鼓励一下同学 不要看低自己 创科这方面的知识 不是说一生出来 你就会懂 但是你可以透过不断的尝试 不断的摸索 慢慢你那些不同的想法 就会产生出来 我们相信自己的能力 只要我们去努力 就可以不断改进 我就是非常之感恩 亦都非常之开心 因为见到那么多同学得奖 就证明到学生他们的付出 和当然是老师的努力 是值得到肯定 我其实最开心 不单只是学生得奖 而是我见到在过程里面 在比赛之前 就是老师对学生的支持 和鼓励 在比赛过程之中 学生能够全力以赴 而且最开心 最开心的是 在颁奖日当日 差不多所有的家长 都来陪学生一起去参与这个颁奖礼 我看到家长对学生的支持 这是我非常非常之开心的 因为这个也是我们天主教育 五大核心价值里面 其中一个我们很重视的家庭核心价值 我也想寄予同学 其实在我们将来的人生路上 其实都有很多的挑战 很多的困难 我们不要怕 只要我们是全力以赴 我们从错误中学习 从失败中成长 每一次的经历 无论是成与拜 都是对我们人生 是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价值的 明镜与点点栏目 终于 quand可以帮埴 目标